NCT的成員在玄 除了擁有帥氣的臉龐外 渾身還散發著高級氛圍感 也因此讓他成為新一代時尚寵兒 而過去就一直是義大利品牌合作方的他 去年也躍身品牌宣傳大使 並受邀前往米蘭觀賞時尚秀 而近日品牌也正式宣布 在玄將成為品牌官方大使 同時也是首位成為該品牌大使的韓國藝人 讓許多粉絲得知消息後 紛紛表示真的超級厲害 然而XOX成員燦烈的粉絲卻不這麼想 紛紛到在玄的IG貼文底下留言 不要臉沒禮貌 幹嘛搶歐爸的位置等收入自言 據悉燦烈粉絲會如此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燦烈過去也曾擔任過該品牌的宣傳大使 不過品牌方早在2020年就與他解約了 因此在玄粉絲在看到燦烈粉絲的舉動後 也紛紛替自家偶像爆不平表示 再選好無辜 這次粉絲真的太超過了 拜託理心一點吧 這次粉絲真的太超過了 這次粉絲真的太超過了 感谢观看